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我当时也是觉得说 这就是一本旅游指南书 可是其实它是一本历史书 其实它在里面提到一点 就是说从江户时代开始 因为江户时代 其实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那时候它有一些管制 就是人是不能够随便旅行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正当的原因 它就可以开放让你去旅行 好比说朝圣 就是说如果它要去一世神宫 做一个这样的朝圣 神道教的朝圣之旅 就可以被许可出去旅行 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日本人即使到战后开放了之后 他们都会觉得说 好像单纯为了玩乐出去的旅行 是很不应该的 那么当然像我刚刚提到说 我们现在去日本旅游 有这个JR Pass JR Pass这样的概念 其实在很早以前就有了 像它这边内容 有一个昭和六年的旅程跟费用概算里面 它就有日之周游卷 日之周游卷就代表你可以 从日本一直用到当时的中国 那么也介绍了日先满周游卷 就是日本朝鲜满洲 这一段我也觉得很有趣 特别跟大家在提到 他说在这个以前的旅游手册里面 其中有提到一家叫做中华航空的公司 充实了定期航空路线网 那么至于这家中华航空 是在1937年昭和12年 在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隔年于南京成立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 以及大日本航空等出资设立的 中日合办航空公司 虽然叫做中华民国 但是和蒋介石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 毫无关系 当然也跟战后在台湾设立 今天人在营运中的中华航空没有关系 原来在以前 在昭和12年 就是1937年的时候 就曾经有过中华航空 这样的一个公司 然后因为当时满洲国有一条满洲铁道 叫满铁 满铁的招牌 特级亚细亚 有着在俄罗斯革命前后 从俄罗斯逃出来的白系俄罗斯小姐 那么从昭和10年 1935年在车厢内担任服务生 给旅客带来异国风情 成为亚细亚号的服务特色 你想想看 因为现在我们 我在录这个影片的时候 正好 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发生战争 那再回头再看 那个时代的这些内容 真的有一点 心情有一点复杂 有一点恍如隔世的感觉 我不知道说 是不是我这样介绍之后 大家会对他的内容有兴趣 但是至少对我自己 就是一个怎么讲 有从事旅游业 然后对于旅行的历史的变迁 甚至于对于这个日本的旅游指南 都有一些感情的人来说 那看这本书真的是 充满了满满的乐趣 那特别是里面他描写到 因为历史的一些环境的变化 然后旅游指南的这些文字的内容 我们必须去做什么样的调整跟更改 有些地方我看了都真的是发出 这个会心的微笑 那么我也很意外的 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 可以看到我所主张的这样子 从不同的时代跟观点来看 带历史的这样的一种角度 可以借由一个探讨旅游手册的历史 然后获得一种呈现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特别想要再度 深度推荐这本书给大家的一个原因 我们下期待 然后下面 это frase 就是说吧 我们这逛aca 有信吗